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最新规定 兑换货币数额即使少过3000令吉 顾客都得向兑换商提供个人资料 据记者陈思玄的观察 这让不少在我国打工的马国公民 转而在本地兑换货币 新条归生效加上开斋结僵制 受访的本地货币兑换商表示 近期的马币需求增加多达三成 位于来福市方雅籍拱狼的 这家货币兑换商除了领售货币 也批发各国货币给约十家领售商 业者说过去两周马币需求强劲 相比二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需求增加三成 针对马国政府的最新要求 业者说他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 最佳位于幸运商业中心的货币兑换商则说 兑换马币的顾客六成是在本地工作的马来西亚人 其余是到马国游玩的新加坡人 业者说最新调规出台后 加上开斋结僵制 近期的马币需求增加10%到15% 业者预计接下来的需求将继续增加 新闯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道 这个来的 刚部他走来同时 解决 Cleveland 谢谢了 真的就是